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最后一刻跟我说有事就不能采访 那么当然我也是希望下周有机会再请他进行采访 来谈一谈留学择校或者是留学成本预算 或者是很多关于留学的事情 那没办法 那本周就比较 应该说还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 就再去找一个新的采访嘉宾来给大家做采访 那我想一想 我做了那么多期的留学生节目中 我还没有主动或者一个人给大家尝试过去进行读白 那我今天就第一次以我自己的一个读白的方式 给大家来讲一讲一个主题 那当然留学对于很多同学来讲 他们首先要做第一步 当然就是选择他们的学校 可能这还包含着选择那个地区 到底是英国美国还是澳大利亚等等等等 选择学校选择地区 他们往往就无从知晓 这个地区那个地方 那些学校到底哪家好哪所好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或者是家长 他们会觉得 我听说的报纸曝光率 新闻中曝光率比较多的学校就是好的 当然了大家可以 所有的老百姓都懂的那些几个 都听说过那几个学校 就无非就是牛津剑桥 哈佛耶鲁 那么除了这些学校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进这几个学校 除了这些学校呢 那么应该说绝大部分学校啊 应该说是国外的学校啊 大家都是不认识的 或者是根本就无法了解 这个学校真实情况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对这些像留学的同学来说也好 家长来说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 那个大学的排名 那么大学排名应该就是说 这个是个最好的一个 最简单也是最快捷的 让外国人 甚至更让本国人了解 这个大学的好坏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 我就觉得大学排名 真的在国内 当然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同学 或者是中国人啊 或者是华语地区的朋友们啊 他非常的在乎 华语大学排名 那么在美国到底是不是怎样呢 那我就平时跟美国同学 或者是国际同学 我就有时候就是能问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就会问 就是排名到底对他们重不重要 他们是否在选校的时候也看排名呢 那我得到的答案呢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收集的答案就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能体现问题了 就是说其实美国同学 他们也看排名 他们在入学的时候啊 也是看 待会我讲的一个重点讲的一个排名 叫做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这个排名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很大 实在太大 那么一个州 州和州之间就有点像 国家之间一样 那么很多同学呢 他们就无法了解隔壁州 或者是其他邻居州的一些问题了 学校了 那么他就必须要通过这个排名来看 所以这个排名也解决他们很多问题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同学如果通过第一 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就通过排名来看一个学校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排名到底是怎么看比较好 怎么说是怎么看呢 因为排名好多啊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US News的排名 那还有单单美国就还有福布斯的 还有那个普林斯顿的 还有那个最新的 比较新的话 前几年才有的 那个华尔街日报的 有一个联合另外一家机构的一个排名 各种排名 那么同学们要关注的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体会 首先大家搞清楚 哪一个排名是比较有水准的 但是呢 我们又不能过于强调它的水准 因为可以说排名 它就有排名就有主观的东西在 所以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 所以我要说哪一个排名是最适合同学们的 最符合你的需求的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很多同学对排名啊 就是不能光看排名 还要看其他的东西 这个我待会再说 我先说什么样的排名是比较重要的 是比较符合的 是比较符合的 那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排名啊 在普罗大众 在当地百姓中受到广泛认可的 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可的 但是受到广泛认可的 那么我这里就要强调的就是 我刚才提到过的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这个排名 这个排名在我问过的 我当然也不是这个样本量也不是很大 但我问过的同学 美国同学的同学 他们对于那个各种排名来说 他们还是最认可这样的 这个排名 这个排名的历史应该很长了 应该我据我故事也 据我所知大概有几十年了 这个排名 那么他这个排名的分两 主要是分两类 一类是综合性排名 也就是说是给本科生 你要申请本科择校要看的 就叫大学综合排名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叫做研究生 研究生学院排名 那他把每个研究生的学院 不同的那个方向 不同的学科给分开来了 甚至呢他在学院中啊 把不同的科系 也给单列这个排名 这两种大类的排名呢 我觉得就是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方向 就在同一家媒体 同一个机构中 他的排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第一个排名 他主要是针对的是 高中生想要申请大学的 也就是说中国所谓的高考的那个 那群同学的或者家长的 那么他侧重呢是一个大学的综合性的素质 或者一个大学综合性的实力 我别的不说 有两点大家就知道 他这个侧重点在哪啊 第一他侧重的是这个大学的三点吧 我再加一点 有三点是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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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非常能体系 说明问题的 第一他侧重的是这个大学的录取率 就是说美国前50的大学 你看他录取率 基本上是没有低于百分之 sorry 没有高于啊 百分之三十的 或者是前三十的大学吧 他是没有高于百分之三十 就是说你三个人录取才能录取一个 如果你这个录取率太高 你是绝对不可能被排进前三十 还有个问题啊 他比较侧重是什么 就比较侧重于校友捐款数 他把这个大学能够得到 呃 毕业生或者是各种关系的捐款 私人捐款机构捐款 反正不是国家 就除国家行政 国家那个财政 或者是各州地方财政拨款之外的 捐款的比例 或者是数额 作为重要参考标准 啊 所以 那美国啊 他比较认钱 所以他就觉得你 你这个这个学校钱越多 这个学校实力越强 还有一个 也是很重要 占很大权重 他把一个学校在同辈学校中的威望 就让大家同辈来选 你心目中的排名怎么样 威望作为一个很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个参考因素啊 啊 那么这三点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 这个 这个大类的排名啊 就是US News的本科生的排名啊 或者是综合系大学排名啊 他是非常主观的 啊 因为如果他把 呃 这个威望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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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排在里面 排在占了很大的权重的话 那么你想一个人对于一个大学 对于一个任何一个事物的认知吧 他不可能在一年两年中改变很快 也不可能 甚至不可能在十年中改变很快多 我今年 比如说我是这个大学代表 我来填一下我 别的大学的 呃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无法 我肯定是不可能说 我今年一个大学 我认为他是排二十 明年我就说这个大学是排三十的 我最多明年说他排二十一二十二 后年说他排十八十九 就就这样一个波动啊 他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一个波动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本 呃 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他这个排名就非常主观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呃 他的录取率 那就造成了很多学校 他的私职力量是很好的 或者他的就业率是不错的 他当地那个企业中的口碑是很好的 但就是因为啊 这个学校 他 想要扩招 或者他 对他来说 这个教授人太多 他他他他他他维持这个学校的发展的话 他必须得要 呃 招很多的学生 啊 所以他就把他的录取率给提高了 可以说比如说啊 他有两个 十个人里面 就可以给给给给给给五个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严重影响到他的那个 排名了 那其实这个也不能体现出 就非常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非常科学的体现出 这个学校 他到底是不是呃 这是这个行业 在这个呃 在这个地区啊 他所他真正的实力 因为有可能他 就是因为受到他所在地的影响 他所在地 这个抱他的那个那个那个学生啊 他就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声援就是这个数量就是这个就把在那儿了 他必须要生存下去 因为我们大家看每个美国大学的财报 啊 我研究过很多美国私立大学的财报 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和中国大学完全不一样 他们主要是来自学费啊 重要重要的一块 呃 他们得不到很多的呃 财政的支持 就国家或者地方财政支持 不会很多 他们主要是呃 来自于学生的学费 所以学费是一大块内容 所以有些学生他他他就很难权衡了 他既要增加他的收入 他就必须得扩招 他又要考虑到排名 那所以就非常难权衡啊 所以这一点又是一个影响因素 所以大家一看排名的时候 就一定要要看到这个线 从表面 透过表面看现象 啊不是sorry 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不是透过表面看现象 啊 说错了 那就是要看到这个本质在什么地方啊 然后但是这个排名呢 因为美国人认啊 美国人他们都认 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就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参考那个排名了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就是这个排名 当然 他研究生医院 他另一大类啊 研究生医院的排名 就跟这个本科生排名 他用的方法认识 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研究生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 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么研究生呢 他更加 比如说吧 商学院排名 他更加侧重的是MBA的排名 啊 几乎就是MBA的排名 那么他更加考虑到呢 是 呃 这个学校的一个 毕业后的一个就业率 以及他的一个 呃 毕业后的平均薪资 啊 他不太去关注 比如说同辈中的 呃 那个那个那个 威望 啊 就学校和学校 在学校在别的学校眼中的威望 他也不太去关注这个学校 呃 他能得到多少 这个权重不是很高了 能得到多少捐款 这个学院啊 这个MBA项目可以得到多少捐款 他也不是 啊 他也不是说去评价他有多少论文产出 或者是有多少学术成果 比如说他还有一学的一科的啊 临床的和和研究型的一科 还有包括呃呃 媒体的就是记者的 还有包括各种牙医的啊 护士的各种排名 那他每个每个分类的排名都不一样 那么从这里来说呢 很多同学如果你认准了 你已经认准了 你将来就是要比如说就要当牙医的 将来就是要当护士的 那么可能这个学校 他的综合排名中并不是很高 可能是排名 五十开外一百左右 但他这个专业非常棒 比如说体育管理啊 比如说护士啊 那同学不妨考虑一下 就去呃 投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 当然竞争可能是一样的 大家你能想到 别人也能想到 所以投申请这些专业的人呢 也很多啊 所以这个学校就可以变成 他其他专业就很很容易进 但是他这个专业就 很难进 而这个专业的同学都很优秀 而这个专业的老师也很优秀 所以就会变成 会有起到一个正面一个效果 所以大家来权衡一下了 到底你是要看学校为主呢 还是看专业为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想给大家提醒的一个东西 那还有就是啊 呃 就是说我前面提到了 他的那个综合性排名 US News的综合性排名 他因为他的排名的一个方法认的关系 所以啊 我曾经查阅过他几十年下来 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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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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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过了三十年之后 他还是三十多名 比如说一个大学 他本来在四十多名 他要跌也最多跌到五十名 左右他不会跌得很厉害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一个大学 他的一个综合性的排名 在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段内 他的波动性也不是很大 这就是为大家选择这个学校之后 如果你毕业十年以后 大家说我这个学校现在很难考进 性价比很高 我花了九农二虎之力考进 但是我不要我毕业十年 这学校不行了 我过来等我儿子那辈子的时候 这学校或者等我要升上去的时候 老板一看我这毕业学校已经不行了 不会的 所以大家这个就可以放心了 如果你现在进了 费了很大功夫进了一个好学校 十年二十年之后 这学校依然还差不多 还是个好学校 不太会有巨大波动 这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 这就是我想说的 今天主要想说的 这个排名的问题 当然我今天重点还是说了 一个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这个我个人认为 是在美国广受欢迎的一个排名 当然像美国 综合性大学排名 还有另外的一个华尔街日报 它最新的一个 它和联合其他机构 最新也做了一个排名 意思也是要跟这个US News做竞争 但是可能它的那个全 因为它是比较新 它接受度就没有那个大了 国际上还有很多排名 包括金融时报的一些商科的排名 一些NBA的排名 包括 有个叫QS的排名 包括太晤士报好像也有个排名 是专注于英国的 那么QS呢 它是专注于全世界大学的一个综合性排名 那这个排名呢 它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居然把一个学校的国际化 也作为一个重要参数给排进去了 什么叫国际化呢 就是这个学校有多少国际生 这个学校有多少国际的老师 其实这个我倒觉得跟一个学生 你把这个排名全中弄太高 我觉得对一个考生来说 会对一个申请者来说 关系不大 因为这个学校国际化 跟这个学生本身以后得到发展 你旁边的同学 是不是很多是国际化的 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不过他人家就是这么安排的 这么选择的 这些排名东西我聊完了 下面我就要聊一聊排名以外的 择校 就很多同学 觉得学校不了解 那我说过了 排名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给大家打开 最快速打开一扇窗 了解这个 陌生地方的学校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同学一味的 他说我去看排名 我不看别的其他的 那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从我个人的感觉 我采访那么多嘉宾 我和那么多人聊过 我周边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你要说你想要什么 要相关的 如果你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就业的话 你必须除了这个学校排名以外 你必须还看到他所在地 是不是有很多企业 这个经济是不是发达 因为在美国的话 从我身边我就可以发觉 和美国人 包括他们企业界的人聊起来 我就可以发觉 企业总是倾向于招聘 周围学校毕业生 举个例子就是 如果你这个学校非常好 排名前50 学术非常高 但是呢 他方圆 一万里 举个例子 就是你开车开三小时好了 还是森林的 或者是什么 一望无际的原野 周边没啥企业 辐射不到什么企业 那你如果读的是金融 在那个学校 那你 找工作就非常吃亏了 你要飞到芝加哥 飞到纽约 会飞到洛杉矶去找工作 找金融行业的企业 而当地的这些公司 大大小小公司 他们可能更喜欢 当地一所不怎么学术 排名不怎么高的学校 毕业的毕业生 所以你竞争 可能连他们这些 比如说排名100名的 当地的学校 你都竞争不过 这就很吃亏了 这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很难用 我们用数量定量来分析它 就是很可能 这个当地的企业 有很多这个 当地的学校的校友 毕业生的校友 或者他们天然的感情上 就比较喜欢当地这个学校 所以这就很难说清楚了 虽然你可以说 我是排名更高学校的 你为什么不要我要他 他是你们当地 但是他学校排名很差 那就人家就可以 人家就是不要你 这没有什么 这个排名并不是 企业招聘 他完全不会把排名 放在那么高的位置 所以这点大家就要考虑到了 就是一个 职业所在地的问题 所以我这是举个例子 就是大家一定要考虑 排名以外的东西 你到底想要什么 话又说回来 我刚举个例子 他是在那个 大草原中的学校 他读金融 他虽然就业 确实是吃亏了 但是他一门心思 就要读金融工程 就要考金融工程的博士 将来要做学术 那就可以了 在这个学 因为这个学校学术水平高 那个教授 顶尖的教授读 排名高 那将来以后 你要考到其他 更好学校的博士的话 人家导师说 你这个学校毕业的 你这个人不错 就要你了 所以就要看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叫就业呢 还是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还有个例子 就是说 很多中国同学 我这里举商科的例子 因为现在中国 在美国国外读商科的同学 应该是很多很多 特别是读金融的 那么在国外 比如说美国 他比较看重的是 NBA这个专业 各种排名 主要是NBA的排名 而其他的什么金融硕士 Marketing的硕士 供应链 什么大数据 大数据管理 很多很多很多 新的那些master 那些项目 根本就没有排名 所以你这个排名 根本就用不着了 你去看US News的 那个NBA商学院排名 它是以NBA为主的 下面的什么分析 比如说会计 金融啊什么 它也是NBA中的会计 NBA中的金融方向 NBA中的创业方向 所以你要真正 要去找到 符合 比如说我要考一个学校的 举个例子 麻省理工的 金融硕士 master of finance 你去 你觉得麻省理工 这个金融硕士 能排第一级 没有排名 所以你必须得要 参考其他的东西 就是完全用不着 目前的排名 但要学会自己分析 包括这个学校的综合排名 那就很关键了 因为有时候综合排名就影响到了你这个 你这个硕士的排名 因为这个 这个学校在别人心目中的分量就很重啊 就就可以影响到 包括这个学校的一些 他自己官网上公布的一些毕业生的数据 你要一个个自己去查 比如说你现在看中两个学校 这个学校 他的平均就业率 毕业以后三个月内的平均就业率是30% 另一个学校是90% 那你肯定要选90%的学校啊 对不对 还有包括他的起薪 工资是多少 所以大家就要自己总结 自己去每一家每一家的 你的toggeted school 去自己找 自己总结 我为什么要 今天要专做排名这一期 因为我最近对排名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排名既可以给同学带来 非常方便的 最快速的了解 不同地区和国家学校信息的一个途径 而且排名 它也是体现出一个学校 衡量一个学校价值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而教育或者大学是为了我们人类 我往高了说 就为了我们人类的命运 我们人类将来就是 可能将来的命运 就是由现在那些大学高等教育来决定了 那么排名呢 可以决定大学的 可以衡量一个大学的学术能力 或者一个大学的成就 那就是说一个排名是关系在我们人类将来的前景的 对不对 所以排名是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在网友可以给我提一些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排名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排名有什么要求 你们有什么需求 这样呢 我可以在下周或者以后找专家呢 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 我这里呢 或者我自己呢 可以给大家做回答 我们保持交流 好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我们下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